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Boxable 这个网站的名字叫B-O-X-A-B-L Boxable 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画面上面 你看他们这个房子是折叠房子 折叠房子 本来是个方块 把它打开 折叠就拼成一个房子了 这个公司这个概念 我是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们之前在拍这个TaxLink TaxLink拍了之后 比如说你拿到土地 或者说拿到土地之后 你要建房子 你怎么建 那么如果我们采用这种Boxable的方式 很快 你看 它这个建个房子一天就搞定了 只要集装箱 把这个拉过来 大吊车一拉 像折叠一样的 把它打开 一个房子就建好了 然后它的成本 大概是五万美元 五万美元 大家之前 新闻里面说 这个埃隆马斯克 他也是投资了这个Boxable 而且他自己也搞了一套这个房子 来住 来体验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的这个 一个趋势 一个趋势 同样的 因为他把这个建房子的成本 大大的降低了 五万美元 你想在美国 你建个房子 一般都是五万美元以上的 再是十万美元左右 或者更高的 当然他这个Boxable 刚开始第一个版本还比较小 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将来还会有更多的 两层楼 三层楼 更大的版本也会有 好 等一下 我们继续 点回来 好 那么 那么这个事情 我说呢 我觉得他这个模式非常好 就这种模式通过 他是通过集装箱 他是通过一个集装箱 然后这是房子里面啊 房子里面 你看跟一般的房子 没什么差别 对吧 这个房子 有冰箱 有电器 有水槽 有厨房 啥都有 啥都有 他运过来的时候 就是集装箱 集装箱运过来 然后大吊车 大吊车 把它展开就可以了 他这个模式 我是非常欣赏 这个模式 但是呢 我觉得他这个 因为还是在美国本地建厂 美国本地建厂 美国本地建厂的话 他我觉得他这个人工费 还就还是会很高啊 虽然他用了很多机械化的东西 自动化机器人 但是人工费还是很高 5万美元 这个房子 我想这个房子如果在 5万美元 5735 五六三十 三十几万 人民币 我说这个 这么一个房子 在中国的话 我可能 十万人民币 我估计就能搞定了 可能 可能一万多 两万美元就能搞定 然后 把它再运到美国去安装 那么也因为 它的厂建在美国 这一点我觉得 好像竞争力不是太强 如果它 这个把厂 建在墨西哥 或者把厂建在越南 然后根据越南和墨西哥 跟美国有一个贸易协定的话 它这个关税都比较低 然后从那边再运到美国 我想那样可能 可能利润空间会大一点啊 所以我还是对这个挺感兴趣 那么 我们又回过头了 为什么 它这个东西会有利润 那为什么呢 它这个钱赚的是谁的钱 我觉得它这个生意赚的钱 是赚的一个人工成本 我当然我的 就是我的论质也可能比较肤浅 大家一起探讨都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联邦的话 它有一个叫最低工资法案 使美国 整个美国的这个工资水平 都升的比较高 跟那个越南啊 泰国啊 这个墨西哥来比的话 因为因此它整个工资水平升高了之后呢 那么美国的一些工厂 就像出现了大量的外迁 因为美国的工资高嘛 我在这里美国生产不划算 我就到越南去生产 到泰国去生产 生产完了 再把东西再运回来 那么这样 企业才能有利润嘛 对吧 那么因为一些法律法规啊 最低工资啊 等等等等 导致了美国这个工资下不来 因为它有法律规定的 你的工资不能低于某个数字 所以呢 那么这样的话 很多的趋势就是 这个利益 利益它就像水一样的 你这个你设立一个法律 去阻拦它 比如说设立一个最低工资法 去阻拦这个利益的自然的流淌 它就会绕过去 绕过去 绕过去的方式就是说 你美国工资高 有这个法律 那我就绕过去 我就到别的国家去生产 到越南啊 到泰国啊 到柬埔寨去生产 那里的工资低 然后再把这个商品 再输回到美国 所以现在 这种模式 其实 很多程度上是因为美国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 美国的这个一些 法律法规 导致了美国的 整体工资水平高 那以及 他们可能还有另外就是 对这个外来的 比较廉价的这个劳工的 一个一个排斥吧 它排斥外来一些廉价劳工 如果其实 如果没有这些法律框框的话 可能美国的经济活力 可能比现在能够更强 强三倍 强五倍 强六倍 强十倍都有可能 所以 那么我们像这个 折叠房子这个事情 其实 因为美国这个 本地的这个 人工费高 所以 造房子呢 又是一个非常费人工的事情 所以导致了美国的 这个房屋造价也就高 那么 Boxable这种模式呢 它是通过工厂里面 把你四些造好了 然后再运过来 那这样子 它一个是通过机械化 来降低人工的这个量 因为它是在工厂里造的话 可以通过机器人 通过流水线 机械化来降低人工 但是如果我们 把这个工厂 把它搬到一个墨西哥啊 或者越南啊 或者之类的地方 那么人工它更便宜 有些地方我不需要机械化 因为那里人工本来就便宜 我就用那里的人工 来生产这个房子 生产好了之后 它整个 这个折叠房的成本也比较低 然后再用卡车 从墨西哥运到 或者海运 海运 海运 因为它这个房子的运输的话 它都是按照标准集装箱来的 它都是标准的集装箱 这里有 里面有 有很多视频啊 我们看一下 它这里面有很多这个视频 或者Gallery 它这个运输都是标准集装箱运输 所以从海运啊 路运啊 都都很方便啊 这是它的一个工厂里面的一个图画 工厂里面 它这有那个集装箱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集装箱应该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的 也可以上去上这个网站看一下 video 它这个怎么看不了了 看它视频还不让我看 等一下 上了上了 看不了就看不了吧 我们这里 嗯 这里 我们看这一下 它这个视频怎么看不了 等一下 它是标准集装箱运过来 所以呢 它这个通过这样子 哦 这里这里有呢 看这个卡车 就是它拖车也能运啊 拖车或者标准集装箱都可以运啊 这它这个 它这个 我们点一下 点得出来吧 点不出来就算了 反正没关系啊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 啊 这里可以 这有点慢啊 因为它这个是翻墙的 我把声音都拿掉 我们一边看一边讲啊 它这个 呃 标准集装箱运 所以像甚至你在中国生产 啊 然后再把它运到美国 再就算是算上这个运费 运费 一个集装箱的运费 大概3000美元吧 我就有点忘了 从美国 从中国运到美国 一个集装箱 海运 大概几千美元 可能忘了 这样的话 因为它整个房屋 整个东西 它要造价 它这里是五万美元 那所以加上运费 那还是划算的 在中国甚至 当然中国跟美国 现在可能贸易上面 有一点 有点障碍啊 那么如果你选择 其他的 选择其他的地方 像墨西哥啊 或者越南 那可能会更好 所以这个是我挺看好的 一个商业模式 尤其是在跟我们这个 tax令结合起来 tax令你拍到了土地 你上面你要放房子 你怎么放 怎么造 如果我们就可以结合这种 折叠房子 把它汽车运过来 往那里一放就OK了 你整个周期就很短 而且如果 而且还可以搬走 还可以搬走 你这个房子这里 这个地方没有人 没有需求 可以把它搬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我还是肯定看好这个模式的 如果他能够是在墨西哥 在越南这类地方去造 然后再运到美国 那么我觉得成本还能进一步降低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欢迎大家随便聊聊 瞎聊 瞎闲聊吧 很多有些机会 瞎闲聊 对吧 好 这个网站挺有意思的 我个人挺有兴趣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 BOXABL.COM 来看一看 聊一聊啊 你将来这个拍卖 买到了这个土地之后 你怎么去弄这个房子 可以参考一下 比较有启发性吧 好吧 拜拜